大家好,今天是2019年11月9日 30年前,东西德国之间的那某墙,柏林墙被推翻 实际上是11月9号当时呢,东德政府在压力下 不得不宣布东德的居民可以访问西德 可以从那个墙过去到西柏林去 因为大家知道战后,德国被苏联的占领区和盟国的占领区分开 而在苏联的占领区那边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那么在盟国占领的这边呢,就是叫做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一边是社会主义的阵营,一边是资本主义阵营 东西两大阵营 那时候就是在全世界称为两大阵营之间的这种冷战期间吧 应该就是说,这个冷战呢,是美国总统杜鲁门在一次讲话里边提到的 所以有人认为他那个时候就是宣布这个冷战开始 那么这个东西柏林之间的间隔 一开始呢,只是一个军事占领的不同部队在那执港 后来呢,从1961年8月13号 东德政府正式开始建设一堵墙 一开始呢,是铁丝网 也有一些水泥混凝土 到后来固化为这个全部水,钢筋混凝土 以及这个辽望塔 那么这个墙全是东德建的 为什么东德要建这堵墙呢 因为这个大批的东德的居民逃往西德 那么从1949年到1989年之间就逃了260多万人 在那之前还有一些人逃亡 那么总共加起来 据说有350多万人是从东德逃往西德的 这除了这个东德人以外 还有一些是来自其他国家的 就是过去的苏联占领区 所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 波兰啦,捷克斯洛伐克啦 等等其他的一些国家 也是借到这个东德 然后逃往西德 为什么要往西德逃呢 大家知道西德是一个自由民主法治的国家 经济比较发达 而这个东德呢 就像苏联那样子 就是搞的是极权统治 个人没有自由 个人被剥夺了差不多一切的权利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说 人们只要向往自由 有正常的思维逻辑 都愿意都向往到西德去 所以这个持续了这么久 从1961年建成 到1989年 89年的11月9号 这么长的时间里面 就是人为的把东德和西德 严格的分割 那么总是后来建了墙之后 还有人想逃怎么办呢 建了墙以后 那么其实我刚才说错了 应该是从1949年 到1961年就建墙之前就有260多万人逃往西德 所以从1961年开始建墙 到1989年11月9号 柏林墙被推倒 或者宣布这个柏林墙不再作为一个主要的障碍 那么这个之间有多少人逃亡 就是从这个墙 试图逃过去的有5000多人 但是呢 有一些逃亡成功 有一些没有成功 被打死的人数有多少呢 没有准确的数据 有人说是160多人 有人说250多人 那么含糊的数字就是说200多人 但实际上在我看来可能这个数字会更多一点 我曾经两次到柏林墙那去 那个时候是19 不是19 2004年去了一次 2005年又去了一次 所以呢 专门在那个地方看到柏林墙有一些遗留在那给大家看 我看那个墙比我想象的要薄的多 比我想象的也 就是以前我想的这个墙可能非常的高 也没有那么高 也没有那么厚 然后还有一些被敲下来的碎块 当做纪念品 可以出售 我当时也曾经想买 但是想想那么重 带起来不方便 所以就没买 那么我就专门看了 还有除了柏林墙以外 还有一些界线 分割线 在那分割线那 很多人在那拍照留念 就是有这个苏联的港哨 有德军的 就是西德军队的港哨 所以呢 你可以看出有一些分界 有一些不同的哨位 那么还有一些雕塑啊 一些照片显示 当年有一些人冒着生命危险 翻越柏林墙之后 在逃亡 即将逃亡到西德境内的那一瞬间 东德军队开枪 而他中了枪以后 又酿枪的向前扑去 那么有几位西德的士兵伸出双手 去迎接已经中了枪弹的逃亡者 那个样子 那个照片 那个雕塑 非常的令人感动 你想想 一方面在拯救生命 另一方面呢 是对逃亡 对于逃亡者居然开枪 人家不想再接受你的领导和统治 人家想离开你 为什么你还不允许人家离开 你说如果你的政权真的好的话 你是社会主义是天堂 为什么你天堂 有人逃离天堂 去投奔你所说的地狱 那你还反对呢 对吧 这不是非常荒唐 谁是天堂 谁是地狱 不是一目了然吗 对吧 就是有人自愿的选择 从你所谓的天堂 逃往你所敌视的那个所谓的地狱 那不是一件好事吗 你不应该鼓励吗 为什么你阻止呢 大家知道这个历史的数字 已经说明了问题吗 我刚才已经提到了 从这个战后1945年到1949年 那就四年多时间里边吧 已经逃亡了这个两百两百六十多万 有的人说法呢是三百五十万 我们就按低说的话 两百六十万数字也非常可观了 对吧 所以你想想那个 后来你这有了柏林墙之后 逃起来就不方便了 那么逃的人就少得多 五千多人 但是五千多人也是冒死 他们知道是九死一生 很难成功 但是还有人 而且大量都是青年人 专门有人做了调查 柯格勃他们有了报告 说这些逃亡者里边 百分之五十以上都是知识分子 年轻人 年轻的知识分子 这意味着什么 他们更有头脑 他们更加渴望向往的自由 所以呢 他宁愿冒着生命的风险 去投奔自由 那么这个柏林墙 在没有倒塌的时候 罗纳德里根总统 曾经在那个柏林发表的演讲 当时就是说 要把这个柏林墙推倒 他呼吁 这个呼吁社会主义 这些国家的这些人 尤其是这个东德的人 大家都起来 把柏林墙推倒 后来呢 终于实现了 所以冷战结束 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1990年10月3号 两德正式宣布统一 1990年的6月份 就把柏林墙正式扒倒 以前只是开了些口子 成千上万的人 向那边涌去 当时普京 也是柯格勃的一个普通的 级别不算高吧 基层的一个军官 或者是一个负责人 就在柏林墙附近执行 执行任务吧 但是后来 他一看大势所去 他也拦不住 对吧 他那个时候 是不是内心里边 也希望有人能够逃过去呢 不太了解 但是后来 普京似乎还是要维持 他这样一个独裁专制的 一个政权 这个独裁专制政权 比前苏联好像要好一些 从形式上有一些进步 但是基本上权力还集中在 他的普京个人的手中 虽然他跟梅德威杰夫 他们唱二人传 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 这是一个新的独裁体制 已经延续了20多年时间 所以这个是非常 令人遗憾的一件事 但是不管怎么样 这个柏林墙倒塌 是全世界 大家一个共同的福音 那么今天呢 美国总统川普 发表了声明 这个纪念演讲 就是30年前 有这样的一个伟大的事件 就是说 尤其他说了 就是说世界上 无论什么样的铁幕 都无法 永远阻挡 那些追求自由的 那些钢铁般的意志 就是说现在呢 虽然这个冷战结束了 但是苏联市的 极权主义还存在 但是呢 他就告诫这些 独裁政权 就是说你们用这个铁幕 用这样的一种柏林墙 是无法阻挡人们 追求和向往自由的 就是无论你用什么样的铁幕 你都无法阻挡 或者讲你无法永远的阻挡 那些向往 追求自由 追求自由的这种坚定的意志 所以我非常欣赏 这样的一种表述 我在这也是重生 我觉得中国现在 仍然在铁幕之中 虽然讲没有一堵墙在 没有那样的一个 现实的物质的水泥 钢筋混凝土的墙 在阻挡着你 但是呢 有无形的墙 比如说互联网 互联网有防火墙 中国老百姓要想了解 中国以外的自由的世界 必须翻墙 所以呢最近几天 还有很多的这个事情 我准备单独做一个专题 就是讲就是说 有一些人不自知啊 他以为中国现在大了 富强了 还经常让人家到中国来 那么到底人们向往的是什么 是富裕吗 没有自由的世界 你有什么都是白搭 所以呢我想今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就是三十周年的纪念 就是祝贺东德人民 东德的居民 他们从此在三十年前 得到了自由 然后呢 两德这个统一之后 他们的经济发展虽然比较缓慢 但是慢慢的已经走过了 那个最难的关头 现在东德和西德 基本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差别 有可能有人说思维上有差别 经济上有差别 待遇上可能还会有差别 但是这种差别会慢慢的被弥合 大家想一想 仅仅三十年的时间 已经是有多么大的改变 如果要是讲没有柏林墙这个事件的阻隔 那么两德本来就是一个国家嘛 是人为的分成了两个德国 那后来恢复为一个德国 那么这个民族裂痕 慢慢的就会弥合 所以呢 这个非常可贵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世界上还有一些地方 比如说北朝鲜和南朝鲜 也就是韩国 到今天呢 仍然是有一 虽然没有那种围墙 但是呢 实际上这种阻隔是存在的 我们希望朝鲜半岛能够早一点统一 这种统一一定要是在 建立在自由民主法治的这个前提下 而不能再接受独裁专制的这种控制 另外呢 中国 中国过去呢 跟香港是分开的 跟台湾是分开的 跟澳门也是分开的 后来所谓回归 那香港回归呢 一国两制 显然到目前为止 大家看到了 是一场骗局 所以呢 再想忽悠台湾 接受一国两制 基本上是不可能 那么澳门蛋丸之地 也是被要挟 被裹夹了 那么澳门也是无可奈何 澳门的命运 跟香港的命运差不多 所以呢 现在看到这个 两德统一三十周年 这样一个纪念日 我们中国人应该怎么想 怎么样 你是希望统一吗 你如果真的是希望统一的话 就应该铲除极权统治 把这组墙推倒 把这组墙推倒之后 才能够有可能 使得台湾 如果他们愿意到 就是回归 所谓回归祖国 形成一个国家 但如果他们不愿意 他们觉得时间已经这么长了 他们已经习惯了 没有中国大陆 没有这个外来的力量 来控制干预 甚至分享他们所有的东西 所以呢 这个也应该尊重人家的意志 所以不能用强权去 要求人家一定要统一 所以我觉得 任何时候都给台湾民民众 台湾的这些选举人 公民 给他们足够的自由选择的空间 他们愿意合在一起 成为一个联邦制的国家 很好 但如果他们不愿意 他们愿意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 我们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去反对 你不要老是讲那个 我们曾经是一个国家 讲那个废话有意思吗 全世界那么多个国家 国家是怎么裂变的 这个历史和现实 它就是这样的 你不能说过去曾经属于哪个 就永远得属于哪个 对吧 所以这个国土啊 疆域 它都是不断的发生变化的 这变化呢 它既然它有今天这样的一个形态 它就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所以呢 不能说你这个过去历史上是哪个哪个 属于哪个 你就要强行的用武力去统一 你再试试看吧 那你有本事把苏联现在占有的中国土地都把它再打回来 有没有这个本事 再把印度占领我们的土地都打回来 还有越南 所有的周边的邻国 凡是占了中国土地的 你全部把它打回来 还有什么海疆啊 什么岛礁啊 什么东西 你觉得别人占了你的 你都可以把它打回来 那过去呢 中国 有人说中国还曾经占领过苏联 占领过俄罗斯 那是指的什么 是指的这个过去啊 就是说这个元代统治者去打 那元代算是中国人的祖宗吗 那不是乱认祖宗了吗 中国人喜欢乱认祖宗啊 把这个苏联把这个过去很多的那些 马克思主营的东西 认为自己的是老祖宗 那是你的老祖宗吗 你乱认洋祖宗 然后又说别人是卖国 所以呢 我们今天也不想就这个问题 再长篇大论的说下去了 就是30年 我们非常的高兴 看到这个一方面 德国还是非常的繁荣发达 而且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 我这次在德国待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有很多方面 甚至比美国还要先进 有一些德国人做的事情 非常的认真 考虑非常的周到 尤其是德国的交通 给我留下了非常的深刻印象 慕尼黑的公共交通 非常的方便 收费也非常的人性化 这个非常的替别人考虑 所以呢 美国跟德国仍然是非常好的盟国盟友 然后今后还会有很多的合作 希望这个德国呢 不要被这个左的思潮 被社会主义思潮 这个控制 这个是我担忧的方面 在接受难民方面 一定要量力而行 不要这个滥接 随便的就让难民充斥于德国 会是德国整个的整体价值 整体社会的价值观 都会发生变化 这点一定要警惕 好 先说到这 谢谢各位